大家好,这里是汪哥书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温情动画《他和他的猫》 一只猫正在寻找着某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主人 在一个最炎热的夏日里 女孩的朋友离开了他 留下他独自一人以及一只猫 猫的年纪不小了 他们就这么平淡无奇地陪伴着对方 每天女孩出门找工作时 猫就在家里等他 晚上女孩会一脸疲胃地回家 而猫会小心翼翼地卧在他身边 他们是对方孤独生活里的慰藉 女孩和大多数迎接毕业生一样 每天都忙于实习 对于未来无比茫然 一个人的夜晚就更加无助了 好在身边还有一只猫咪陪伴 但对于女孩的痛苦 猫咪却无能为力 因为它就仅仅是一只猫啊 幸好的是第二天女孩都会重整旗鼓 其实猫咪是妈妈送给它的 女孩小时候常常嫌弃 黑猫不吉利 可是它不知道的是 在猫咪的眼里 它很年轻也很美丽 但女孩因为转学心情很不好 猫咪知道它们之间藏了很大的缝隙 怎么也跨越不了 为了转换它的心情 猫咪还打碎了一个杯子 可惜这个杯子是爸爸送给女孩的 这让女孩更嫌弃猫咪了 它把猫咪装在箱子里 带到了桥下 想把猫咪遗弃掉 猫咪还傻乎乎地 以为它是在自己出门玩 最后女孩还没忍心扔掉它 女孩渐渐长大 会偶尔和母亲吵架 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哭泣 猫咪偶尔也会想起母亲 但它已经不记得发生过的事了 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 猫咪正在渐渐老去 身体渐渐失去活力 记忆也在悄悄消散 时间线回到现在 它们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线里 看着是住在一起 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两条香蕉线 女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猫咪等待的过程也越来越久 女孩终于回来了 却带着猫咪陌生的气味 那是属于外面的繁华世界的气息 女孩在外面遇到的烦恼越来越多 受到伤害的它会像猫一样一直沉睡 猫咪想要安慰它 却怎么也触碰不到它 猫咪背着女孩悄悄碰到电话 电话拨到了妈妈那里 妈妈以为女孩出了什么事 急忙赶来了出租屋 平时只靠电话联系的家人 终于得以见面 长大后的女孩再也不像小时候 动辄就和母亲矛盾重重 她感谢着母亲为自己担心 猫咪看到母女俩的笑 她知道女孩已经和妈妈和解 于是在女孩的怀里安稳睡去 陷入一个最长久最美好的梦中 虽然猫咪和女孩的时间 再也无法相交 但世界在转动轮回 猫咪也在世界尽头祈祷着 她和女孩的下一次相遇 或许在某个桥头下 女孩真的再次遇见了她 这个电影《一只猫》的视角 却讲述了自己和主人相处的故事 平凡血略但忧伤 也让我们从侧面体会到 宠物对主人的情感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